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河落饼 续华彰 争承 他们来自基层 田间地头 街头巷尾 汇聚民意 民智 把我们这个地方的声音传递上去 他们探索立法直通车 满载民情民心 推进解决极难筹判 确保地方立法 解地气 擦民情有温度 这十年 一向向生动的实践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入夜时分 杨花村的广场上灯火通明 大家好 今天的小局夜话会 有一项议题 就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电信网络大骗法草案 征求立法意见 那么大家知道 刘良宏是杨花村党总之书记 也是长沙市人大代表 这个小区夜话会 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前面有人说了 我们不谈那个小便宜 这个小便宜不能谈 谈的就会主打问题 这个再就是不信 不信田山会调馅饼 不信那个不吹第一岸就有收入 诈骗分子 犯罪分子 他为什么能够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他肯定事先对于受害人的一些 基本信息掌握非常清楚 那么受害人的这些信息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这个小区夜话会群众非常地认同 因为它是利用我们 这个龙闲的时间 晚上这个时间 第二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面对群众 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会议 所以群众能够充分地表达 他们的意愿 三人行必有我师 皆谈相义必有可彩 不断拓展的全过程 从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智慧 从民事民意到民事民办 小小夜话会的方式 使沿路广开 可以多谱一些 谱法 然后谱一些这些诈骗方面的 那个法律知识 立法首先 应该是建立一个 预防预警机制 要在这个机制上 一定要完善进权 我也非常支持国家 支持政府 来加强这个业性诈骗的 打击力度 夜话会讨论的是五花八门 大到国家法律征求意见 小到农田建设厕所改造 村民们都踊跃参与 七一壶茶 唯一捉人 说一席话 这是平日里 刘良红开展工作的方式 这间小屋 既是村民们讨论村里 大事小情的议事场所 也是人大代表与群众 沟通交流的驿站 把这个代表联络站 它设计为一个 与群众零距离接触的 一个地方 可以及时地倾听 这个群众的意见 就是说让大家在 喝茶聊天中 自然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这些闲谈当中 可以充分地 毫无保留地 把他们的意见 发表出来 我们把这个片区的 我们的长沙市代表 刘洋市代表 和我们大瑶镇的 这个人大代表 作为我们这个 洋化片区 人大代表联络站的 助站代表 召集起来一起开个会 主要呢也就是 就我们这个代表联络站 大瑶镇把人大代表联络站 植入230个村民小区 说是听 实现阵地共用 民意共享 为群众交心谈心 提出建议 化解矛盾 提供场所 我是片区代表 反正是一些村民 来我面前提那些 金毛送我小 什么都一一会记下来 有一些事呢 我也不知道是 到底该往镇上提 还是该往市里提 那我们可能每个代表 接触的这个面的话 可能会相对来讲窄一点 但是我们所有的 十位代表一起坐下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交流 同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面对的群众 收集的一些意见观点 可能就更加的广泛一些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啊 要发挥我们离群众 最近的这个优势 来去收集 社会生活当中 与国家立法 与这个法律适应过程当中的 一些好的建议 但是有了代表联络站以后 我们经常在一起 就可以聊这些话题 是吧 我们在 哎呀这个事情 这个 有没有可能提建议啊 有没有可能这个写进法律啊 我们这个代表联络站 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区的议事厅 群众不仅到这里来反应问题 同时也在这里来议论 讨讨论 商议决定 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小事情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 它不仅可以充分的收集民意 同时也是我们讲的 全过程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 充分的发挥各级人道代表的作用 广泛深入的收集民情民意 了解人民群众 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确保基层的声音 能够最准确 最真实的传递到立法部门 没错 您好 这次安全生产条例啊 立法正在征求意见 您作为一线工作的师傅 我向您请教 主要请您对这个立法 根据2021年国家新修订的 安全生产法 湖南启动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 其中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 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增加湿度 减少静电 保证这个车间的安全 对对对 一致一致的 好 你这个进行很好 我是烟花厂的生产长的 这个条例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两个额意见呢 我都已经给刘代表提上去了 希望刘代表帮我提上去 得到财了 花炮的发展它是一个一千多年的历史的 它都是一个文化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要打造这个花炮 与文理相接口 我来到这个工厂一线 来到这个花炮博物馆 与我们这个花炮生产的前辈 与他们进行交流 进行座谈 把他们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以后 提出立法修改意见 几年来 由刘良宏等一批基层信息员 收集整理并提出的 减少静电危害 加强花炮企业装卸工人培训 并持正上岗 加大花炮文化嵌入 推进文旅融合等多条件 被长沙市相关地方法规采纳 今天 刘良宏与多位市人大代表一起 硬要参加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 长沙市平安建设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座谈会 非常荣幸地参加 长沙市平安建设条例的 意见征求座谈会 这一次收到这个草案以后 我们在基层广泛地 征集了群众的意见 在这里我也补充几点 我们的一些建议 第一呢就是在第四章 第二四条 少黑除恶常态化 但是这里边能不能够 更具体一点 比方说说对机构设置 定期会商方面 能不能够更加明确地 在这一条里面有体现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参与行的这一块 不谓说食品安全 这又是中重之重 呼应名称的一种 很好的一个举措 特别是关于这个里面提到的 如何来打击防范 自己电信网络 诈骗等等 向监督主体的职责 能够给它在条里面更明确一些 有几点建议希望能够采账 在第五章 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三十四条 第二款 我认为应当把这个教育部门 纳入进来 我们条例的第六章 社会参与的第三十九条 基层组织动员 我们认为这个 这边提到的这个 鼓励支持我们的这个 基层组织 鼓励我们的市民 在安全这个撞见的过程中 这个所起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在鼓励支持的基础上面 再加一个条款 就是一个奖励 我主要是提这个 关于这个平安建设在基层 如何进一步的这个开展 因为有一种做法 叫平安守护 靠大家 我觉得在这个平安建设中 一定要发挥 基层重重的这个力量 我提三点 作为同时拥有 国家省市三级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城市 长安市人大常委会 积极发挥基层 立法联系点的效应和作用 法规长安进去意见 到群政中去 立法意见 建议从群政中来 确保地方立法 解地气 擦民情 有温度 从田间地头 到工厂学校 从小区一时听到 人大立法机关 充分调动起基层群众 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民生之中 有民意 也有民智 反馈到各级立法机构 这正是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 真实喜照 在我们国家 十几亿人口 大家能有机会 参与到国家 重大制度的建设 提出意见 很多意见 还被采纳和吸收 对我们这些研究 思考和完善制度 都有很大的帮助 城乡社区民主管理 让百姓充分参与 基层公共事务 政府部门广开沿路 让重大行政决策 更加顺应民意 各级巡视巡查机构 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充分听取百姓意见 违应群众期盼 青山环抱 绿水潺潺 美丽雅庵 坐落在青藏高原 和成都平原的交汇处 生活着仪族 藏族等 三十九个少数民族 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每天 毛真方都要到 工艺河沿途的水电站 进行巡视 毛真方是栗子平 遗族乡原根村党支部副书记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村籍合掌 我所寻的这个工艺河 它有水电站 我们也会每天地去监测 看有没有正常地下泄 这个生态流量水 要保证我们的河道 每天都有 都有这个足够的水流量 这条路 毛真方已经数不清 往返了多少个来回 每天的行走巡视 也是他了解民情民意的 一个重要渠道 从2020年到2022年 毛真方在全国人大三次提出 将延续退耕还林 补助政策 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范围 坚持的背后 正是退耕还林广大农户的强烈心声 2021年 根据许多来自基层的呼声 毛真方给全国人大法工委 提出一项建议 那么我在平时开会的时候 还有平时在走访调研 搜集意见建议的时候 那么我就想到 我们亚安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还有民族特赦 那么我就说 在我们亚安 增设一个支撑立法联系点 2014年10月 党的18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提出 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它主要初衷 就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 那么采取这个措施 或者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 就是更广泛的 来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 社情民意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的一个重要举措 毛真方的建议 很快得到了回应 2021年7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增设亚安为基层立法联系点 听民生 查民情 惠民意 聚民智 富有地域特色的亚安探索 开展的有声有色 自己能参与递交的这个建议 而且能够设立感到非常的荣幸 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判 调研中掌握的基层实情 凝结进一份份建议 传递到全国人大 是这五年来 毛真方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坚持 其中 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力度 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等 十余条意见建议 都是很多村民的真实声音 我自己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人民代表 又是一名少数民族代表 提交的建议能够得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这么一个高度的重视的话 在自己本职 女职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人大代表原汁原味反映基层声音 延伸了征集民意诉求的触角 让村情民意 接谈相议 成为政府工作的宝贵资源 大大提升了群众自治和基层治理能力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增强国家治理效能方面 发挥了独特作用和优势 喂 你好 这里是市政府办公室行政非应速科 请问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那今天下午三点 你来我们这里 可以带上身份证明材料 行政非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 一上班 张国军就接到了群众打来的电话 今天将有村民就涉嫌违反食品安全规定 受到行政处罚一事 申请行政复议 我们的工作之责 就是受理局委了 对这个群众做出了各种行政行为 如果群众不服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这里 去申请行政非应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按照约好的时间 一对村民夫妇来到了办公室 没有杀完 就是这些你们要有其他什么证据的也可以给我们提供 今天这对夫妻就来到我们这个行政复议这个科室 就是来提出行政复议 这对夫妻认为这次处罚与事实情况不完全相符 然后就到我们这个行政非应办案部门来具体的陈述情况 我们将进一步调查 如果他们说的内容与事实符合 我们将撤销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 否则的话我们将驳回他们的费息申请 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需要经常走访群众 可以听到大量来自基层百姓的声音 这两年不断有群众反应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这引起了张国军格外的关注 他的意思 而不是说是站在业主的立场上来考虑 我怎样成立业主委员会去推进这些工作 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我们 让我们绝对去服从他 我们总结了这些案件 发现有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 很多业主都会反映 在自己想参选业委会委员的时候 都会被要求提供自己的物业费缴费证明 这样一来 其实业主本身想改选业委会 都是与物业公司之间有矛盾的 物业公司一般情况下 是不可能为业主出具这种物业费缴费证明的 原本希望通过参选为全体业主服务 现在却因为缺少意志证明而无法实现愿望 业主们的不满情绪异于言表 所以说现在很不理解 为什么就说是有这么多人去阻挠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 张国军研究了2018年省里颁布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 对其中一些条款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我们觉得一个业主他能否被选为业委会委员的资格中 只要是他在这个小区有不动产 有住房 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 物业交费证明不应该是 就是业委会委员的财选资格的一个必备条件 但是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的规定 扩大了管理的范围 发现地方法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张国军决定向全国人大反映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全国人大的网站 开通了一个对法规备案审查的通道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通道 对地方法规进行备案审查的申请 我就收集整理了我们这一两年期间 收集的各种意见建议 把它汇总然后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写了这样一封 备案审查的一个建议的一个信 2021年初我就把这封信寄出去了 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没抱多大希望 但是我作为一个城市的公民 我尽我的义务了 去把这件事做了 可能以后全国各地的人做这样的事多了 总有一天可能会有反应的 这封来自于基层的审查建议信 引起了全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注意 人大法工委的工作人员林晶晶 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时收到审查建议以后 我其实作为承办人 我看到审查建议还是觉得挺高兴的 一个是说明就是咱们的相关法律 就是依法治国还是走进了公民的内心 还有一个就是被案审查工作 也是为大家所知晓 我们说到多少建议审查建议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就是公民或者组织行政法规 地方审法规 自治条例 当行条例 还有一些司法解释等等 与审法或者法律不一致 可以向全国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 要求予以纠正 这是我们国家审法法律规定的一个制度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张国军提出的审查建议 展开了讨论研究 我们接到审查建议以后 其实按照灌产的这个工作流程 首先我们就看了这个情况以后 做了一个归纳和终结 然后做了个登记 就比如说 就是哪位公民提出的 关于什么什么条例的 哪些问题的这个审查建议 然后属不属于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范围 做这个初步的筛选之后 然后我们会进行十里边的这个初步的讨论 看是否启动审查研究程序 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智能机关沟通 听取智能机关的意见和情况反馈 我们还会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就把整个这个审查建议 所反映的问题的前因后果 所针对的这个法规 或者规范性文件的有关条款 制定的背景和它的一些立法的意图 它实施的情况 它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的情况 我们都要把它摸清楚 研究透 再次进行上再形成我们的研究意见 所以这个研究的过程 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也是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 张国军收到了一封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来信 我就收到了一封这个信 一看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 当时就非常激动 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信拆开 然后首先看了一眼 下面的有一颗红章 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 我拿在手里 仔细地从手到尾读了一遍 原来自己写的地方法规的审查建议 真的就这样被采纳了 真的就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做出反应了 而且全国人大就明确说 就是要求按照我写的那个审查建议 修改这个物业管理条例 经过认真研究 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纳了张国军信中 两条与物业管理相关的审查建议 2021年7月当地出台了新的物业管理条例 给原规定做出修改 删除了与国家法律冲突的相关规定 收到信之后 我当天给之前找反应问题的群众打过电话 打电话就是说 你们反应的问题 现在终于有可能会得到解决了 其实我也是一名基层的法律工作者 我也是万千群众中的普通议员 我在我的工作中 接触了很多群众的各种诉求 我想着通过我自身的努力 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有一点点的改变 就是每人付出一点点 可能我们共同收获的是 可能以后更美好的生活 有更和谐的社会 更美好的城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保障宪法法律的实施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这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 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 民主与民心相通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广泛而真实 探索民情直通车 民主听政会 民主议政会机制 汇聚民生民治 开设立法直通车 小院议事厅 线上议事群 十年来 一项项生动的民主实践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一系列制度安排 全方位全链条 全覆盖切实保障 人民当家做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迈出坚实步伐 群青争民主志 食uke 日文 男心 遊 96 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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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男 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